甘硬化大便出血的治疗主要看这个严重程度 甘硬化大便出血是比较常见 如果是少量的出血 可以用一些恐怖的止血药物 比如说原来不要胶囊 或者说是在胃镜下喷洒药物治疗 稍微严重的可能需要住院治疗 比如说应用一些蜜酸的药物浮渡止血 当出血量比较大 或者患者本身就存在贫血 医药时可能还需要输血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到正规医院的专科 进行一些常规的诊断和治疗 检查呢比如说包括一些血常规 看血红蛋白及红细胞的指数 你能达到一定的输血的程度 另外要进行相应的处理 比如说出现了食道胃力经验曲张 我们进行要处理这个食道胃经验曲张 进行内经下的套杂 甚至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比如说做这个脾切加门蹄断流术 如果说是一个在肛门口的 比如说引起的这种肛门周围的 这个血管曲张引起的痔疮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肛肠科医生的介入 进行肛肠疾病的相关的 比如说通过介入的治疗 微创治疗或者手术治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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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